最后一个中单位置上面 IG怎么去做选择 杰 哇天洒杰 要拿出来了 杰 在9.8版本有一点点削弱 但是不影响他在中单的 作为一个刺客型的中单 英雄去发挥 人马和盲森的上野 包括IG 武器大师加上奈德利 是的 这是中上野 焦点会更加多 下路就保持发育吧 谁能够推先更快就拿到优势 经过前两局的比赛 大家都已经知道 中单要带什么符文呢 如果要想打伤害就带电行吧 大家好 我们是德莱兄弟 我是安迪 我是志诚 还是由我们为大家双赛 本次比赛的精彩评书 对 那刚刚我们看眼卫的部署 下路的双路把这个视野 做到了一个河道上面 另外就是弱的一个视野 也是做到了一个草丛位置上面 其实这个视野 做上去就能够了解到对方打野动伤到底是打河道线呢 还是说直接双bub开 或者是双方的也一直去开 对还有一个点 我们看到VG的下路组是一直想 就是在前期就要推线 对 把兵线压着 让对方的换风以及费没有这么好受 VG的这个调整我觉得是很不错 就是我知道你的下路组很强 我就用这样的推线组 加莫甘纳还有女警 这样的一个下路组的话 推线是特别快的 就在兵线上而已 压力是给到了比较大的 对 看上路的对线 双方带的都是征服者 芒甘纳也是带着征服者 现在征服者这个符文实在是有点太强 就有太多的英雄可以去适配 就不排除 后面会有一定的调整 705在可能在六级之前 都要受到对方的压制 看芒甘纳bub就已经上来 这个来得有点早 是先打一个河道线 然后把这些bub给刷了 也知道对方在上路三角炒四有视野了 拼了一下 游荡这么来说 就是对于游荡就不会再考虑上路了 可能会更多会 以去穿过中路之后 再打下路的一波野怪 其实他这种开野路线的规划呢 也是比较担心对方 小乐岩过来反野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错开 你看小乐岩也很清楚 他可以先打河道线 然后再探探你的F6 都开始去做标记了 到底F6会不会被反 导致现在游荡又反回来打这点F6 对 就怕在前期的 也去经济资源会被对方的小乐岩去吃掉一点点 我相信在教练上面肯定也会有这个沟通 那回到下路对线 女警和莫甘纳就一直做推 那我们要考虑一点 IG的幻风 他其实扛压能力是特别强的 这里是被Q到了 治疗治疗也自点燃 甲子啊 这个控制狠 闪现也交出来 闪现在B发平衡拿到了 一雪 哇 这个有点惨了 有点惨 一雪给上 AMD50周年上天猫搜AMD 想特惠出销 太灵活了 我们还要扫码 就近地看一下这个特惠啊 对 我们刚刚看到就 Puff这个甲子给到特别准时 这都是 因为你在放的那一刻不会立马生效 就一定要Q到之后提前放 这都是机操啊 但是莫干纳的Q技能 他的禁锢时间是小技能当中时间最长的 三个秒钟的时间你会很绝望 对 有点惨的就是 幻风的双招都已经交出来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点 是压线的会更加惨烈 一旦对方自己加了打野 小乐烟或来下路照顾的话 我觉得机会是比较渺茫 那也就意味着在 靠着这样的推线 下路如果获得优势 包括在渡城上面的获取会更加多 VG就有更多的主动权去拿小乐 是的 就IG下路组 现在要打得更加保守一些了 就避免对方盲生 一旦到了五六级的时候 尤其是六级 月塔强杀能力特别强 我把对方其中一个人踢出来 都可以做一个形成收割 对 摸后眼 那在中路对线 辛德拉 J的对线细节呢 也是不断去压制性 其实这个对线组合 我们也会很清楚这样的结果 是的 然后幻风回去之后 直接出一个萃取了 我就不跟你打线上 我就发育 但是有一个点 两边的中路都有爆发 就看谁能够跟自己的打野 配合联动起来 去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说中路 我认为盲生和辛德拉的一个爆发 会更加理想一些 对 因为有更稳定的控制 小乐岩呢 就更加依赖自己的一些 Q技能的命中率了 本身小乐岩拿到暴女 在刷野方面 就一定要缅压一下 或者是压一点点盲生 在等级和经验方面的 这样暴女在野区才会有优势 不过在Gank方面的成功效率 会比盲生要低很多 下路的对线 女警开始慢慢把控这个线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幻风在出装 拿到一个萃取 就是要发育了 对 就是要发育了 现在IJ的双刃路必须得稍微演一下 洛主动摇一台 但是黑盾也是交得非常及时 南风 伤害给灌死了 漂亮的这波 黑盾也没有办法能够阻止 IJ的伤害直接灌死了 是的 因为VG本身就要压得深 逼出双刀就觉得自己压得更凶一些 给到了小乐岩是有机会去Gank的 倒不如前面VG直接把兵线先推过去 还是更加适合一些 找到了 打野区MK 小乐岩 要强行抢啊 先通过野怪来保一下 这野区是打不过盲生的 对方身上还有一个红buff 还是考虑要让一下了 buff没了 特意用身体去挡一下 但我们看小乐岩他的等级呢 还是领先了一点点 就经验上面领先了一点点 可是这种的经验领先 并不能够让他做出 做到更多的事情 对 对于VG打野 他游荡在两个河道线他都拿下来了 这是也把控方面是给到IG的小乐岩 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帮助中下两路 因为上路完全是可以放养的 肯定是被人马压着的 看第二个渡城VG要拿下 这个经济的发育对于女警来说是很舒服的 推线也推得有点快啊 夹到了Q技能再加平A 哦 两百血了剩下 完全是失去了战斗能力了 如果若这波回撑了之后 还要被消耗1.5层的那个渡城 1.5层有点多啊 我觉得前面 真的 只能消耗一层已经很多了 先给一个大招消耗对方的血量 这个是很明智的 让你打退堂鼓 下路很舒服 那对于VG 打野这把节奏 前面可能就选择盲森 未必能够很好的去带起来 但是下路选择这张组合来进行克制 对 在VG如果在更早时间 拿到了下路一塔之后 下路一塔破了之后 VG就会把下路组掉到上路 来中路撒了一个大招 点上点燃 没了 反锁一个大招 点上来 但是包拟的伤害也能够关死了 就人头留给杰 双方各拿一个人头 闪现跟闪现 但是你又闪现 我也有平A带走 中路这波交赞 VG是赚了这一波 VG赚了这个人头 那对中路两个选手来说 还是平分球色 都交了双招 还有大招都用的 只是各拿一个人头 游荡也收获一个人头 我就说在爆发上面 其实VG和 这个中野 他们会来得更加稳定一些 是 我们看一下中路 大招撒出来 最后还是 他先交大招 然后再有更多的球 他能够推更多 推出来之后 有更大的机率 去晕到了对方 让盲森去补足伤害 盲森的一段Q也是Q准的 让盲森去能够有后续的 去追击暴宁的机会 因为在前面 其实两个中单伤害都灌得差不多了 新的拉伤害更加爆表 也很细节 就回去之后 这次出了一个护臂 来避免对方的伤害 打到自己身上很痛 看到VG的下路组 刚推完一波线就回去了 直接出到了暴风大捡 是完全可以碾牙的 这种 对方就很不好受 IG在中路选择这个 杰出来 其实很依赖他们在前区 去获得了一个优势的 所以我感觉IG在打野位置上面 小乐远选择一个暴女 并不能够很好去帮助杰 去拿到前期的人头 就他要拿人头 我感觉非常勉强 所以这个中演 能不能在中期站出来 或者是能够在团战当中 收获更多的人头是关键 能够拿到人头 那么杰的确可以去 carry去整个队伍 能够碾压着对方的一些脆皮 来打出节套 但是如果是起不来 对于IG来说 整个阵容跟上一把比赛 还是会有点难度的 是 就IG刚刚也发现了 游荡的打野位置 下路又Q到了 可以放夹子 消耗 再Q技能 平A 慢了一点点 半血了都已经 这个防御塔是推得非常快 真的太快了 你莫干纳加女警 这种推陷速度 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阻止的 莫干纳的这一手 W直接是疯狂的去烫兵 消耗了很多 本来IG这五名选手 在LDL创造的一个 比较好的数据 就是一塔率是比较高的 没想到 在这把比赛 没有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推陷 给到对方的推陷家 就是对方的推陷 反而是推得更好 就他们敢于去拿这些英雄 因为不管是南风也好 包括Puff也好 他们的英雄都是 英雄是很广 也有可能就是 本身他们的一个战术宽度很高 所以他们去 做英雄的调整选择方面 是可以更多一些 对 更多的 人马找到上面的机会了 阿线了 对方 但是武器大师也过来保护 峡谷先锋拿得很早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小乐园对于在 这些小资源上面的把控 都很上心 直接拿到 就是在拿到这种中野组合 这样的峡谷先锋 不能够放给对方 不然自己的截斗很容易会断倒 只要自己拿到了 就能够把前期的截斗 或者是前期的一些 经济劣势给带出来 把他给搬回来 新德拉也是出一个 秒秒避免对方在第一波 在第二轮的一个对战 被对方给击杀 现在轮到VG再次换线 我的目标只有推塔 我可以不去打团战 但是只要我女警的装备不是良好 我有优势去做推线 我就一直去做推线 对于阿线来说 现在首塔是至关重要的 对 我们发现VG拿到了这样的推线阵容 很好的压制 换封在前期的一个补刀 这补刀方面 已经是压的比较多了 是啊 太多了 再加上 女警已经拿到了下路一塔 在这都城经济 在经济方面相差了有点多 对位关系上面 现在是12分钟没到了 现在下过先锋 打留住了 放出来了 比卡就放出来之后 现在人马想要打团 旁边有一个盲生 盲生Q到 回旋踢踢走 避免对方的伤害 灌到了自己人马 又下来 爆裂出口下来 结的杀 人马想要逃 逃不了了 只能卖自己 盲生也想要反杀 找机会 一打三慢 因为后面有新德拉的 看看对于IG来说 想要去做撤退的 技能交的差不多了 上路也是同时打了起来 双路先打 这个灵魂辽靠 想要留住 留住了 还有一个Q技能 再加300 进步时间 再加平A 再加平A 直接带走了Fate 扛打又如何 又有一个 让你来飞一下 暴风人员规避了这个大招 但是进入到CD的大招呢 还等一下 又可以继续开起来 南风跟Puff的一个配合 做得太完美了 大招 莫甘尔的大招 控完之后 接一发Q 一个爆头 再加夹子的爆头 以及最后的一发平A 瘦掉一个人头 连续的两枪爆头 这个伤害直接打满 这个组合太可怕了 你真的不能够 踩到他的夹子 或者是不能够 吃到他大招 你吃到大招 Q技能肯定避免不了 再加上夹子 6秒钟时间 能做多少事情啊 是 这杜程金金 给到了下路组 太多了 这女警直接就肥起来了 是的 我们要关注 整体的一个经济 就是双方的一个差距 接近了4000块 在13分钟 4000块的经济差距 是非常大的 真的非常大 所以IG我感觉就是因为 在打野位置上面拿到的暴女 并不能够给到线上太大的威胁 那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 我们先看这精彩回放 闪现跟上 落的大招 想控对方的莫干纳 没有控到 这个黑盾很关键 反手一个Q技能 完全躲不了 这里是爆头 一技能 再接一个爆头 甲子都爆头 这里瞬间的一发伤害 太完美了 太可怕了 如果这一个顺序都错一个 或者是打不中一个的话 都未必杀得死 这个落 还能够杀死 我觉得因为 Tuff有闪现在身上 就是省不省闪现 的结果 现在女警还出到了 无尽了 太舒服了 推完下路 推上路 推完上路 推中路 现在给到IG的 兵线上的压力太大 可以给到盲森入侵 IG的野区机会特别多 IG现在要做的应对就是 在手套方面 不能让女警继续推了 要针对一下这个女警 怎么针对 就要等性的 杰的装备起来之后 去针对对方的Puff 就像上一把 性拿到妖姬 针对对方的Puff 不断地给Puff的压力 让她的女警 没有这么好 在线上发挥推卸的能力 或者 先不要考虑装备吧 就看 洛和杰这样子 去带一套 能不能有机会 不然这个塔 真的一直 你要考虑南风的 莫甘纳 给一个黑队 你根本控不到 对方的Puff 这个我想要夸一下 就是VG的南风 他的黑队 好及时 不管是给Puff也好 给自己也好 都非常及时地去交上 是啊 哇 刚刚一发暴击 300多的血量 王神在偷龙了 这第二条小龙 现在在野区一方面 利用 VG的下落组 是完全可以压制的 野区也是得到 给到VG的一个控制权 对 IG这个节奏 比上一场的还要来得更加慢一些 是 我们也要知道 VG推塔推太快 VG本身在联赛 他的一个打法就是 以AD为核心的一个阵容打法 因为Puff在自己队伍 在输出战比是达到了31.5% 是占全联盟靠前五位的 AD位置上 是的 对 所以是特别高 特别吃Puff Puff刚好拿到了现在 这么顺手的一个阵容打法 推陷能力 也吃到了两座塔的竞技 所以现在对于VG来说 是特别顺畅 这个是非常少的 在当前版本依然会 围绕着下路去打 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玩家 或者是观众都会认为 当前版本不是说吃中上野吗 但是我们得想 他这个女警在加莫甘达 这个下路组合 不管是放到VG也好 或是IG去使用也好 都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就是说 我的经济能够提升得非常快 不管是说 他自己女警个人身上的经济 还是说 我拿到塔之后的一个评分经济 都能够共享给队伍 另外一个点就是 IG也很明智 没有正面去跟对方的下路组 做交战 我就是 我知道这个组合 阵容怎么去发力 我就是像上一把一样 等到我的装备经济 都好起来了之后 我再考虑 针对你的Puff 女警这个点 去给他伤害 只要截去限制到他了 就没有这么好打了 现在IG也是很明智 没有去做正面交战 但是要考虑一下 不要给对方控制到了 但是对于VG来说 女警都已经两件 他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 在16分钟 找到机会 可是新德拉和莫干娜的保护 没有给到IG机会 现在IG就很难去做发力 对 IG如果要发力 要开手长的女警 特别难 你说落吧 要追一个有闪现的女警 有1技能的女警 太难了 太难了 难以打开 真的是要又要等到VG是有失误 但是VG这把拿到盲森 拿到人马 其实容错率我感觉是比较高的 对 本以为这把比赛 VG的一个节奏演会在盲森 没想到 找机会了 这里 以下路组的双人组去带节奏 把下上中 三路的一塔全部拿下 找机会也很难 你看洛想要去上前 哇 换风 这直接被打残了 就找机会 你看你直接想要上前 孟债一发Q就直接逼投 对对对对 这是用落最尴尬的时候 又进死不出来啊 二塔又没了 想开 开到了 开到了有没有机会 没机会 就是先落地 杰想要钝对 钝对Puff 还没有倒下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杰只被人马给冲散 但是我们开了 华丰 找到一部机会 把对方给击杀掉了 继续做追击 必须这个阐线 武器大师跟上705 这里IG找到了一部机会了 人马就在旁边 车里置保护一下 但是对于武器大师 更想追后面非常肥的女警啊 拿下了DoubleQ 南风要被追击了 有个黑盾 可以跳下去的 暴力球果一起下去 一发Q技能 没有Q技能没Q中 双方原地弹了起来 后面还有暴女跟上 刚说完Q技能没中 但是人头又给到了武器大师 大沙特沙 哇 这一波大沙特沙 三沙是给到了705 肥了 肥了 直接是让这个单带点瞬间起来 刚刚我们可以提一下 就在二塔开的这波团战太果断了 真的不管你有没有黑盾 有没有闪现 有没有异技能 就只管开你 对 就打出了IG应有的战术打法 就是稍微慢了一点 就节奏稍微来得慢一点 看一下闪现想抬 吸引了对方魅惑到了 这里还好有一个黑盾保住一下 这个人马的一个切场 也是做得非常到位 收掉对方的切 在正面战场 换风是收掉对方的游荡 继续了一个追击 705的一个追击是收获了三个人头 705目标也很明确 我只管追你最肥的一个点 双杀 接着这里的一个快进是追到了南风 这个节奏跟上一把也是一模一样 就必须得找到一步机会 不管是对方失误也好 还是说我这边能够真的找到对方有可能被IG给开到团的一个点 还是针对 现在换风其实他真的就自保 然后自己老公能不能去开启团战 开起来我就有机会去打出出 为什么Face会站出来 他的打法跟 他不站出来谁站出来 大IG的大哥宝兰一样 宝兰在春季赛是拿到了助攻王 他在LDL的表现也是达到了助攻王的一个表现 场军助攻是10.2个 非常的多 对 真的很多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他参团率是非常高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Face拿到洛之后呢 必须得帮助自己队伍去做强开传 就像刚刚那一波 但是交了那么多技能之后 IG是得到时间去喘息 能够去继续做发育 因为对方女警还是优先级最高的一个输出点 知道吗 在这条小龙火龙谁都想要去做争夺的 但是人马身上是有大招 这个大招很关键 而对于IG没有办法去 对 若是没有闪现的 因为刚刚的一波团战已经用过了 对 那看 看前的位置也很 近的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发现 没有视野 刚刚没有视野的 打一个电弦张很高 龙拿下来了 洛乔强开没抬起来 返回只能撤退了 这时候真的不能打 要打会出师啊 因为这个大招只要没控制 后续的控制 后续不能说有控制 IG是没有控制了 刚刚Face也是想尝试一步看能不能看 那开不了 我拿大龙也赚了 那中路要防守 一下子赶紧回去了 我们看到705也要瞬间回城 防守不了啊 这二塔直接带走 二塔的血量也是太低 没办法防守 只能选择防高地了 上高地了 VG拿了这个下路组合太可怕了 盲森想要上 这个有点大事物 武器大事有机会 逼他人马那大招 后续的追击 感觉可以有机会的 这个时候看看 标没标中 那就没有了 秒杀了 游荡就没有更好的开团了 人马也只能利用大招会往回撤 这个时候要不要开 游荡刚刚有点太过于着急了 盲森这样摸眼过去 想要把人给踢回来 因为VG看得出 刚刚是想利用自己的气势 去压迫对太彻翼的IG成员 不让他去回来防守 但没想到对方直接开掉了一个游荡 对 想要偷篮 但是辛德拉宝篮 所以刚刚利用的团战优势 拿到人头装备起势的IG 可想拿大龙 但对于没有盲森的IG VG这一方是没有把VG做抢龙的 就要拼一下了 散现过去 灵魂镣铐 看我们看一下杰杰还想要找机会的 看下后面Puff的位置非常不错 先把练把练给表掉了 但是这个龙打得有点慢 人马过来 这是VG的一波机会 爱情怎么去防守 能拿龙就拿龙 先纽约约倒下 在对正面 人马抢到了这条大龙 VG的节奏又瞬间拿了回来 我的天呀 一波A还要拿掉大龙 这一波是可以推上路的防御塔 还可能会掉一座高地啊 就是这个大龙打得太慢了 IG这边也是太冒险了 这波回放我们先看一下 戏迹啊 闪现进场 南风这个进场太可怕了 直接闪现过去 我有一点不懂就是 为什么要把节绕到去后面 再爆炸果实下来 这没有给到对方太多的压力 你看Puff Puff就真的完美输出 我完全不怕 就前面 但是这个是有点小失误 但是对于VG来说 这个实在是太赚了 我觉得是车离子的上场 是打的也是太亮 知道 那么一条大龙的产生 也是伴随着 HyperX天猫旗舰店 五一活动 外设产品通通好价 大家也可以扫码 进店查看一下 更多的一个活动信息 更多特价产品 就在天猫旗舰店 是 因为今天也是五一假期的一个超级比赛日 是吧 有NESD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官方的赛事 MSI 那五一假期这么多优惠 干嘛不上去换一下自己的设备呢 一波节都 大家都没有想到 瞬间又回来 我觉得 刚刚两把比赛都打得峰回路转 真的 就都是有部分的小失误 导致着这样的比赛的转向 但这种在这两个阵容的一个对决当中 IG是不 这一个阵容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大失误的 他们因为有这样的大失误 这个节奏给到VG VG的利用是非常的高 利用率非常的高 有着这个大龙Buff 现在就看Puff能不能去帮忙去做更多的一个推塔 而对于IG来说 就是靠705去带线 给到兵线压力 刚刚VG也是喷了一个问号 到底要不要处理这个705的武器大师 这个信号是很关键的 做一个四一分推 中路兵线到 下路兵线也到 我觉得IG也很难守住 上中下两路 武器大师来了 就看看 Raw Fate 要不要再开出一步好的团战了 但是南风肯定是非常上心 想要把这个黑盾给到Puff的 点塔点的速度 就差那么一点点 脚开 开不了 就说了 还有黑盾 没晕到 武器大师想要继续做针对 看一下侠侠的位置 让后面先把盲身给带走 鞋直接上前 想要把这个伤害给打出来 看看旁边705 继续做针对 这个世界的伤害是有的 这有机会了 女警倒下 正面没有办法坐团 这一代侧翼的位置太差了 没办法能够把正面的上半 给灌上去 你给我一波S IG也返回了一波准S 给到了 准S 但是这一代方面 真的就是因为他的推球 没办法在正面实施 所以导致Puff交完所有技能 依然会被IG所有成员给针对 是的 IG依然保持着强势的风格 还是很感慨 有黑盾 我也继续冲 强行追 所以我们看到705 就是针对着Puff 一直限制你这个点 不给你输出 一直抄你 但是J在旁边 真的没办法做事情 辛德拉在旁边 就一直看着这波团战 看着这队友 一波波 一个个倒下 就这这个点的站位 有点尴尬 你说如果是他在正面 保住 保住Puff的一个生存 对 输出环境 我可以不打大招 我直接推球 对方也难受 因为对方的一个突进技能 只能交那么一次 是的 就在这方面 刚刚的一波团战 是没有保护到自己的 主要输出点 就是女警这个点 如果他跟辅助南风 一起保护Puff的话 那波团战有可能 就是胜利一波推进了 直接破高地 哪怕不是结束比赛 也是破高地的一个知识 对 因为刚刚的黑盾 以及救赎都已经很好的 保护到女警这一个点 在一直输出的 那万万没想到 就IG的信 以及705 我就死命的签你的女警 就足够了 对啊 因为IG这个点 其实真的不用打团 就是这样的 拿着一手女警 Puff疯狂推线 推基地就可以了 推水间 但是对于IG来说 刚刚也是非常 极力想要去开团 针对是针对到了 同时这种针对 给到幻风的霞 输出环境很好 对 人马也无暇顾及 对方的一个脆皮 哪怕顾及到了 霞的一个暴风雨刃 直接规避 反而他的大招 很有可能是需要 回来保护 就如果新德拉不在正面 他的大招很有可能 就往着 冲着自己Puff 人多的地方 去开启大招 对 IG也很清楚 前20分钟的经济 大部分都已经是 让给了Puff的女警 你看705 一波之锚 对 拿到三个人头之后 其实要想限制 武器大师 就已经很难了 难了 你人马现在不敢 跟这个武器大师 正面刚 打不过 只有跑路 这个伊登大师 砰砰砰的响 很难受 伊登大师是吧 对 好像又开始 进入到IG的节奏 就我们看 大IG现在在 备赞MSI 小IG 五名年轻的 小将 五名年轻的 队员的表现 风和有不一样 是吧 他们可以变换 我们看大IG 他们 不知道MSI的登场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是在9.8版本 但是我们看 小IG在9.8版本 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能够快 也能够慢 就其实他的节奏 这个阵容的风格 还是跟大IG 有一点点区别的 是 那对于VG VG在前面 在战术的一个实施 还是没有去 一直观测 对 在前级已经是 做得非常好 关键IG 我能抓到你 一些小事物 直接开团 是扳回了 在前级VG奠定的优势 那也是IG 现在能够变换到 自己现在阵容强势期的 一个时间点了 现在一个点就是说 武器踏实没办法处理 所以VG 也是开始进入到 一个平缓期了 对 加上两个上 本身就是说 在那个拿到 第一条大龙buff的 那个下路的时间点 是有利于VG 去做推进的 就是要推进 要找机会了 洛倒下就是机会 要大约换上去了 如果刚刚新德的上 换上去就有机会了呀 是的 直接不会给到 自己有威胁 洛还是有机会 去做强开的 武器大师也是走过来了 TP亮了起来 就是人马的TP 双方都是想要 在这个大龙去争夺的 但是小乐言的标 是可以去poke的 打得盲身也是比较伤 半选以下 完全是可以秒杀掉对方的 但是对于VG来说 这个位置并不是那么好 可是女警的伤害 还是很爆表的 双方的TP都亮了起来 武器的TP还是在身上的 先把中路边线给推过去 那如果这么好的话 小乐言是有机会了 人马要强上了 一波点到暴击 闪现先拉开距离 很大针 还有大招 还有闪现的 不着急 信的位置 可以找机会进场的 双方继续做拉扯 信没有开启团来 信真的是很细节 没有找到精准的机会 我都不会强行开大招 给你的pass 但是刚刚VG 好可惜啊 弱的那个点 真的应该直接秒杀的 对 这本身是有大招的 点燃大招 给上IG这边 可能就会怂的 那么一点点了 就没有开团手段 就没有办法 去控制对方的女警 哇 是真的很可惜 那个点 不然这条大龙 又是给到VG VG就有上高地了 就这刚刚的一步操作 是有失果断 看看吧 在这个大龙继续周旋着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拿这条龙 没有山龙 其实打龙速度 并不是太快 但是女警装备好呀 这个打龙速度 还是有的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IG是可以 靠着705有TP差 是可以做边推的 等到VG也拼了一下 中路先把中路的兵线 压过去 让IG处理一下 先捋一捋 双方在这个大龙上面 必须得做一番争夺 对于IG来说 有比较好的点 有两个带线点 一个是杰 一个是武器大师 这两个都是可以带线的 而杰也是可以迅速进场 或者是后手进场 所以他带线的情况下 不会影响到他的进场 看到武器大师了 就是这样给压力 那传送有 给了两个甲子 但没有视野 只有杰的位置 是有一个睁眼 这个甲子的位置 其实也可以去做TP 我杰的要传送了 他们摸过去了 这个是在上路 南风就是特意的 南风的这个位置 有点阴啊 看来看落 落秒的 这Puff Puff被秒了 没有莫根纳 莫根纳为什么要跟Puff 分开战啊 这个时候IG找机会 进场大楼了 对于VG来说 没有盲胜的情况下 打得非常快 人马没办法进场 先拿到这个大楼 IG有机会 也走不了了 展现拉开距离的南风呢 很难去做一个撤退了 另外人马估计也要被包吒 人马有大招 能交就交了 直接交了 武器大师在彻翼 能不能晕住 晕不住 缓了一下 这个时候剩下 两名成员的VG 怎么去防守这一波 哇 IG这波团战 真的打得太漂亮了 VG在执行方面 有那么一点点小失误 就是南风的一个站位 本想限制对方的结 他其实也意识到 但是人马的一个进场 却没有选择 保护自己的ADC 导致Puff 在早早地 被对方的武器大师 切场之后就这么玩了 只有莫根纳能够保住女警 没有其他人能够保住 真的 刚刚南风的那个位置 只要看到你正面 没有和女警站在一起 那就是机会 所以费就非常果断地去开团 这波团战 一旦开到女警 关键的输出点就没有办法 画面一回来 直接又带走一名成员 三个 VG是有机会选择强打的 你给伤害报表 先把侠给带走 后面的人马 有大招 大招还差那么一点点时间 一个人可以搞两个的 因为对方是野辅 野辅双人 有爆裂球果 你走还是我走 You jump I jump 两个人先跳到龙坑 先走了 一波微停 一波又起 但是对于IG来说 没有拿到一个水晶 我感觉这个也 这个大龙buff真的是用的有点可惜 对 这个大龙buff 没办法推到水晶情况下 VG的节奏可以缓一下 缓到了之后 重新调整一下 继续保持着 保证的puff来去做推线 不要考虑打团 VG就有机会了 真的机会是很大很大的 对 其实中辅去保住女警 就足够给到女警输出环境了 其他开团的 就交给盲生跟人马 就可以了 你看女警现在一枪暴击 到底是多少伤害 根本 没有看到了一波回报 两个进场的705 又想秒杀女警 再跳一下 直接敲死 武器大师一个人打四个 真的 有没有像德赛的一身 对对对 我就说 这个 德赛上升了 705是 大兄弟 德赛直接上升了 这波反打也是非常及时 哇 帕府是拿到了900块的赏金 但是呢 就是这个上升呢 还是会存在着一点点的 风险 风险的 是 包括就是说现在IG的 找机会了 直接开 王山很脆 回旋踢 人马就在旁边 保护一下 差一点点 给他也给上了 就其实这种打法 脱节的打法 满 可能的确有资本去满 去打太优势 但是对于 IG 在MSI的比赛当中呢 这种打法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包括IG这种打法 有可能尽量的少 因为本身武器大师装备起来 据说推荐就能够给到足大的威力 对 IG利用剩下的两个三个龙总 去想消耗一波高地塔 夹子震 好 更关键就是IG的费 不要被莫甘拉控住 很危险 太危险 武器大师又来了 哇 很细节啊 是给到对方705一个跳板 因为现在IG这种打法 这么强势 会被很多队伍去做研究 是 一旦研究透了 像本身大IG在视野布控方面 是在LPL里面是做的最差的 是 所以我感觉VG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也是对 不管是大IG也好 还是说小IG也好 对所有的队员 包括打法风格 都已经研究得非常不错 为什么我会在前面说 VG好像赛拉斯一样 偷到对方的打法 我就不怕去跟对方去做硬钢 能够打出效果 就是好的打法 另外就是IG他的 这几名新生代的成员 他们的韧性 还有变换灵活度 也特别高 就反而我在应对对方VG 这样的一些强势 不同的打法变换上 我的应对策略 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我是特意 这把比赛特意偷到了705 这个点起事之后 我就针对女警这一个点 还有加上性的一个结 也是等到了装备起来了之后 是很好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针对 现在对于VG来说 其实他的机会很大 重点是要怎么去保 盲森不要突进 辛德拉不用突进 四个人 三个人就围绕着女警去打 人马在前面角局 做一个角屎棍的角色 就可以了 帕府得到完美的输出空间 一切都好说 是 因为在目前看来 VG的装备 依然是有 稍微一点点优势的 尤其是在ADC 这两个对位关系 上面的一个装备 女警已经是神装了 再加上有复活角 所以 VG下一波团战 一定要保好Puff这个点 对打IG才会有优势 而另外我们看到IG 他要怎么打呢 要像刚刚之前一样 开到关键点 还是强开 还是强开 就是针对Puff这个点 不要给他有输出环境 只要把黑车打掉了 那Puff就是危险的 那就是IG的中辅上 不断地去针对这个女警 所以 他们的一个追击非常适应 武器大师是关键点 盲身需要去做处理的 回旋梯先把这个关键人给推走 开始稳他下来 现在节奏也开始慢了 这场比赛也让我们开始意识到了 这个有机会刷新 2019NESC现场赛的比赛记录 实场记录 发现VG跟IG 这三把比赛下来 这个人头都不低于30个 还是挺暴力的 对 血腥程度一点都不少 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呢 六神装一起来 视野上面的布控 就会慢慢开始变弱 对 现在换封六神装也出来了 也出到了一个复活甲 非常保密 莫干娜不要离开Puff 这个信号真的是 刚刚已经是吃过 如果亏的 如果针对到对方莫干娜 一旦秒到莫干娜 Puff这个点就等于失去了保护 是 还有就是因为 因为南风也是有可能会被开的点 对 一旦没有莫干娜 女警就很大的危险 所以如果是真的要作业 那就一起去走去作业 大龙要生了 再一次 第三条大龙了 但是我们看到贾哥 已经是代线有传送的 你看 不得不开了 VG要开大龙 对 新这个点呢 已经在旁边做埋伏了 暴女是在上路 在这个龙坑上面去做 有没有机会去做偷 有机会呢 先破一个 但是被针对了 人马先搅局了 有机会 哎 抢了 IG抢到了这条龙 我们看一下女警 女警的位置有危险 先拉开距离 已经倒下了 对于IG 哎 女警 看一下机会 霞的一个输出 完全非常不错 继续打输出 人家要没了 家没了 5G大师只管推基地 有机会去一波 结束比赛的 完全没有人管 而且还剩下 剩下一个霞 霞已经在这边 就完全可以管理一下 整一个队伍 没有问题 现在不招 不急 直接可以让5G大师 去推掉这个基地了 为什么5G大师 不敲基地呢 他知道已经赢了 没有办法 这个龙一旦抢到 刚刚女警的位置 还是受到了一个 非常大的威胁 恭喜IG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比1零先 拿到了赛点 这个最后的一波龙团 太精彩 真的太精彩了 这场比赛 IG也是打出了 他们这个小IG的 阵容的韧性 他们这次队伍 我知道我什么 在前期劣势 我就先让着你 但等到我起事的时候 我再利用自己的阵容 针对点 就针对对方的女警 开团 就打出他们的 一些小团战 另外我想说 在打龙的情况下 VG整体的阵容 是相对来说 比较巨龙的 你Path的一个点呢 也很难说 第一时间会有一个 非常完美的保护 哪怕是完美的保护 对方的一些AOE伤害 都是打到四个人身上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705 拿到三个人头之后 这个武器 对方VG 是完全没有办法 去处理它了 这个才是VG 导致最后面失利的原因 MVP就是 要给到 武器大师 还是小乐园 我觉得对于IG的 各个队员的表现 都是非常亮 这个MVP是给到什么呢 抢大龙的那一刻 很关键 对 那个大龙 也是能够让 能够让 武器大师 在下路 不断地去做推进 那VG 其实在前期 也是抢到了一波大龙 就是人马 抢到了一波大龙之后 就车里只抢到大龙之后 没有好好的利用 这波大龙 另外IG也拿了 一个大龙 在中路的一波交战 也是没有很好的利用 不错了 我下来 我寠елен